Hello大家好 今天繼續去拆解一些懸殼問題 因為我們已經踏入狗運 剛剛又出了幾條片 就是講狗公飛升、榴槤飛升、狗運、十二生肖 還有些問題我們還未解決 籌備已久的懸殼BB班就正式開始報名了 新一年想學多一件事的你 記得要在下面info box的連結了解詳情 好 如果我家是北方是廚房 需要做什麼去化解呢 那很多不同的態度會有不同的說法 那我講一點 最簡單的就是一路流傳下來的 就是北邊因為熟水 廚房是熟火 所以水黑火 那好像不太好 那我們可以種植物去化解 因為為什麼呢? 水火雙蔥 那我們是不是要有一個中間印出來去調停它 那便會變成水生木 這個中間印 水生木 即是硬要生水 然後木再生火 就是這樣 這個叫通關的方法 通關就是我們製造一個中間印出來調停這場膠 所以這個叫通關法 調理風水裡面 整天都會用 不過呢 講個秘密給大家聽 我好少說 因為很多時候我留在課程中教的 譬如金所玉關 人稱過路陰陽 即這一派 在北邊有廚房其實是好的 因為在北邊有廚房其實是好的 因為在北、東、東南和西南有廚房 因為有沙 沙可能是大火的廚房 這些反而是好的 不過這個我就今集不說了 但是可以跟回 如果你不確定的時候 如果北邊是廚房的 種植物 然後文昌位廁所怎麼算好呢? 那當然了 我就不會特別放什麼文昌筆 文昌塔 這派就在廁所那裡 始終廁所是一個污位的位置 我們會洗澡 有些叫排泄物 就是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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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剛剛上一集就是我教一米的太極 全家裡的大太極 放不到而已 你可以放小太極 就是放在房間裡面的文昌位 其實這裡A 選擇A不可行的 選擇B可不可行呢? 原來其實是可行的 然後西位是五王位 怎麼化解呢? 麻煩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其實都搞得很詳細 簡單再說一下就是放安隱水、綠帝纏 這些全部都可以化解 或者用多些白色的東西 金屬東西 可能是一些叫爭執是非的一粒星 那破棍呢? 它本質是屬金的 你不要聽到它七尺 就以為它屬火 絕對不是的 它的本質是屬金 那麼多數我們會教人 就是要放水的元素 去化解這個破財 那麼水就是黑色灰色藍色 即是黑灰藍呢 就是屬水的 然後你可以放一盆水 在這個正藍邊 然後也可以在正藍邊放醋 以前有些古人 就是我爸爸那一代有教 譬如化解膠劍煞 或者叫做七尺 就是破棍星 可以放醋 即是那些叫糊食性液體 即酸性液體 就是怎樣? 就是融了些金 但是放醋 就看你能撐得住 那一陣味 就好像走過一樣 酸酸的 縮縮的 很奇怪 那如果沒有蜂蜜 上去上面 其實是會比較好 就是你露它出來 讓它慢慢蒸發 其實反應會比較好 因為你一包著蓋著蓋 其實都會有效 但是沒有那麼有效 因為我們講求自然化質 即是你要最自然的 你當它蒸發 那就最好 即是我們的面子 即是面子是看到的 那就會最好 當然 也可以放安隱水 安隱水 即是令它靜靜 即是靜靜 因為裡面也有水 你就是讓它氧化 即是讓它氧化 即是讓它氧化 你便拍了些東西 你要記住 一個公圍有很多方法 是可以化解的 其實小弟全部都會升 但是我只不過是經常想 即是我經常講些 最常用 最方便我們都市人的方法 門口用什麼式地毯呢 這條問題 就是我要問你 你的門口在東南西北裡面的哪一邊 那又是詳情 看回我這條狗公飛行的影片 那你就知道了 放黃菊花不吉利? 那這個就吉不吉利呢 就很視乎究竟這個黃菊花 跟你是有什麼故事 那對於我來說 黃菊花沒有說不吉利的 可能是不知道為什麼 黃菊花是紀念過你 某個人 你會覺得產生一些負面效應 那我們就不要用 但是對我們圓學來說 黃菊花沒有東西 白菊花就可能要先想想 那擺件就白玉串 青龍、飛鳥、蛇皮 什麼各樣東西 這些有什麼用呢 可不可以同時間放幾樣東西呢 是可以的 當然了 有時候你可以想想 譬如你放了架子 放了石獅子 獅子你旁邊又不會放醬 就好像一些很兇猛的猛獸 那你又不會旁邊好像放一些很溫馴的 好像寓意的獅子就會吃了醬 就好像不是那麼好 那多數呢 我就會叫那些人 就是放野的一尺範圍 或者兩尺範圍 清潔一點 譬如我要放這個玉璽 我旁邊我會清一點 我不會堆多幾個什麼風水用品 或者叫做雜物、垃圾 不會堆在附近 我就會放在 可能只是它 就是它 那那個作用呢 會大很多 經常都說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加法 減法 這個才是心法 但是呢 說這些人都不明白 人生 就是每天面對一個有一個的美知 你 想不想將這些的美知 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呢 大家好 我是陳定邦 13歲我就開始演習聯學 為過過千人用過紫微斗數 八字 風水 奇門論甲 幫他們解決他們的疑難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都可以跟我一樣 用玄學術數 去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我希望透過這個玄學BB班網上課程 由淺入心 由理論到應用 令到大家認識玄學術數 無論你是 想吹吉避空 走出人生的迷惘狀態 尋找個人的靈性成長 甚至乎想成為玄學家 我都會以最容易理解明白的方式 去將我多年的實踐經驗 和玄學術數的心得 一一傳授給大家 希望透過這個玄學BB班 可以幫到你 至於蛇皮、龍龜、皮憂安隱水等 青龍就是奇門裡的青龍回首 可以放青龍的東西 但青龍同時有時有時 會不會有這種作用呢? 有機會 還有龍都可以招貴人用得好 然後飛鳥跌穴也是奇門的大格局 就像那些東西 自己跌下來 回來 回來 然後蛇皮 很多時候就是日本人 都很懂得這件事 就是放在銀包 有些人都會問 有沒有說我的生肖 特別不適合蛇皮 還是怎樣 還是什麼 理論上是沒有的 如果說雙蔥的 只有一個生肖雙蔥 就是豬 但其實我見過這麼多人 形形色色的 怎樣都會有 蛇皮是可以的 當然我不確定是否每個人都會有效 因為我都說 這些是一些很普通的效應 就像成魚沙一樣 有些人說成魚沙 我每次吃魚沙都受到痛 但其他人沒事 就是這樣 所以很難說 對於你來說 你活動 但我活動 很難說 安隱水就是專門化解 譬如可以化解五黃 二黑 七尺 其實有鎮靜的作用 還有讓它氧化 有些東西化了出來 就會變得好 就像是印在那件事上 譬如有些缺角牌 譬如有一個單位 譬如有一塊不見了 我們會放相對應的缺角牌 去增強它的掛 因為每一個方位都是一道掛 我們增強那個方位的掛 相對應的人物就會反而健康 好 或者運氣會好很多 就像你本身身體沒有了一筆 就好像沒有了一隻手 我幫你薄二支 是不是都爽些 好過沒有 廚房、包、廁所 方位是病位 那怎樣化解 要不要分開 如果我告訴你要分開 你是不是真的分得開 因為這個是大工程 所以這個我不去評論了 但是廚房、包、廁所 其實都是一個邏輯 就是衛生問題 也是水、火的問題 如果以風水的格格來說 就是水、火相沖 衛生問題就是 譬如你在廚房裡面 裡面的廁所 一衝刺 那些細菌 不知道什麼細菌 什麼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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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你煮飯的時候 你兒子就這樣衝刺 那其實 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細菌 就可能已經飛了去 來炒那碟菜 所以肯定衛生做得好 其實都還可以 要記住 有時候 某些方法 或者某些斷法 對於我們現代人 是要有轉變的 即是同一條問題 如果在古代的話 那在古代就一定會嚴重很多 因為衝刺系統 衛生系統 當然沒有我們今時今日 現代人這麼厲害 即是像現在我們清潔的 一定會做得好過古代人 所以古代人如果廁所 和廚房放在一起 就糟糕了 基本上不用吃飯 而且味道一定清不到 還有什麼烏鷹蟑螂 一定不用說 暫時今天就分享得這麼多 其實呢 如果你們喜歡這些 這樣的影片 我們可能可以每幾個月 半年 每一季 收集一些問題 可以多些留言 在下面就是有什麼問題 即管密 我會嘗試去留言 回答你們 或者好像現在這樣 我拍一條影片去解答你們更好 接下來我就會舉行我首個網上的玄學科程 對風水上有興趣 或者一向對玄學有興趣的人 亦都是想踏入九運 有一個新的技能 想作這個準備 因為接下來九運 最流行就是這些新心靈 原學的東西 想作準備的話 這個就是你的試機 科程的價格就是2999 總共就是27堂 每一堂都是很仔細 有Notes 有字幕 所以就算聽不明白這個廣東話的你 應該都可以看字幕 是會明白的 還有就可以幫你打到這個玄學的根基 還有就包括我的私藏獨門記法 這個也挺有趣的 有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我會記到這麼多東西 就是會有一個獨立的記法 會教你們 還有這個直播的Q&A的環節 還有我面對面 就是在Live親身現場受課 兩小時 記得密切去留意一下我們Facebook IG和Youtube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要like、share和subscribe 還要按鈴鐺 一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